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树进曹营 一言不发 值得一提的是 徐树除了被当作孝子的典范之外 还做出了一件奠定三分天下局势的壮举 那就是向刘备举荐自己的好友朱可亮 之后才有了刘备三顾茅庐 请孔明出沃龙岗以安天下的后来之事 可刘备最敬佩的人真的只有孔明吗 据史料记载 刘备当时未追寻一人 曾寻汴京 一 两周 而收服之后 此人却对刘备爱搭不理 反而还做出了弃刘备投操营的惊天壮举 此人便是与刘备同姓的刘八 他虽姓刘却不是刘备的亲属 更非汉氏后裔 刘八 字子初 荆州陵陵峻征阳县 新湖南省衡阳县 邵东县以待 人 他在年少的时候就非常有名气 曾被荆州刺史刘表非常赏识 却不曾败于刘表门下 他曾经使曹朝身边的小跟班 在赤壁大战时 曾担当说客的角色 试图帮助曹威招募刘备 却被诸葛亮一再劝说归降刘备 而最终也只闹得不欢而散 说起刘八 最佩服的 则是他的赤城之心 在赤壁大战前夕 刘备被曹孟德打得七零八落 当所有人都追随刘备逃往南方时 唯独刘八一路北上都靠了曹营 这种宁可被离汉士也要远离刘备的气魄 真的无法想象 特别是刘备深得人心的时候 而当赤壁大败操操后 刘备开心的想要找刘八聊天 而此时他已经跑到了远在天边的越南 并改头换面重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不过十三年的躲避换来的却是未及人臣 当时刘八在刘章旗下做军师 而后一周被刘备吞并 自然刘八也就终于回到了刘备的手中 不过就像曹操的徐术一样 蜀汉得到了他的身体 却没能得到他的心 最终就连一向高明的卧龙先生都改变不了这刻 已经躲避十三年的心 尽管他生前的最后八年 也为蜀汉立下了一定的功劳 例如在几个月之内 国库充盈的高等智慧 也为后世留下了一段美妙的佳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